來看一下,畫面先借給我一下 那比如說呢,各位可以看到吧 像那個Google好了,Google的結果 其實Google的結果本來我之前教的時候是直接可以抓沒問題 因為反正還是按照同樣方法 我先分析一下我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Google吳老師的關鍵字 目前我還是第一個 OK,按右鍵檢查一下 然後呢 它就是這個區塊 所以我基本上是抓這個DIV 這個區 它class名字很妙,叫一個區 然後裡面的話呢,我要的資料就這個A裡面的HREF 跟H3裡面的這個名稱 所以基本上它結構有點複雜,但是還是可分析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會發現之前抓都沒問題 但是現在抓怎麼樣,按照一樣規則抓 但其他你會發現一執行裡面居然怎麼樣 沒有東西,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後來發現有一個蠻大的問題 奇怪 就是示範天奇怪 我就把這個規則寫完 DIV 然後它的區 再去找它的裡面資料 就放H3裡面 然後在它的那個超連結在A裡面 然後分別用 剛剛講過的方法把它抓 那輸入關鍵字 就是吳老師 有沒有 那比如說,當然你們等一下練習不一定要打這個關鍵字 OK Enter 它就跑完了 但東西呢? 東西沒有出來 為什麼? 其實跟各位講,後來我發現它有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用request 其實這個request是模擬瀏覽器 但是它是一個 Python的一個有點像瀏覽器物件 那它跟真實的瀏覽器有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特別注意哦 我們在爬資料的時候 背後呢會帶一個參數 如果真實的瀏覽器 它會跟那個Google的網站上講說 我是哪一個瀏覽器什麼版本 OK 的相關訊息 但是如果我用request 它沒有這相關訊息 所以哦 所以這個它只啊 它就 如果 它那個server 它會去判斷說 如果你不是用瀏覽器 那我不給你資料 那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叫什麼 倒高一尺 磨高一尺 磨高一尺 倒高一尺 反正就是 那沒關係啊 我們也可以假裝嘛 偽裝一下嘛對不對 那有沒有辦法偽裝呢? 可以 只要在呢 request後面有沒有 get後面哦 你再加一個 參數就可以了 加一個什麼呢? 就是再告訴它說 我是用Chrome瀏覽器 其實我不是 我是一個假的 那怎麼 怎麼加哦 其實非常簡單哦 這個也是之前遇到 本來ok的 在底下加黑的 在哪邊加呢? 第一步呢 你就在這個上面 其實你把它複製貼過去 那版本的話哦 這邊有一個 反正我就是 Chrome的75的版本 有沒有 那其實不管 反正那個版本 只是一個假裝的訊息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 我們request.get本來是一個網址就ok了 那我後面的話再加上什麼? 加上header等於headers 這個 這一串的意思啊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兩行哦 這三行複製 把它放哪裡呢? 放到這邊 這邊原來是一行有沒有 就這一行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OK 那意思就是我假裝哦 OK 就 就是 有點要騙他的意思啦 headers 然後將來的話就是再加這個 headers等於headers 多一個參數而已 OK 那這就是有點像哦 我現在就是 騙他說我現在是Chrome瀏覽器了 那試試看有沒有辦法騙過他 我想說 試試看 奇怪 我成人沒寫錯 為什麼資料不給我 原來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啦 現在很多的網站 他們就是會越來越 可能 不希望你去大量爬取他的資料 所以會做一些 防止你爬的動作 那當然如果他防止你爬 那你還是有辦法 知道他為什麼沒辦法讓你爬 你如果知道 那你就把像這個 剛剛這個問題加上去 那就可以解決 我試一下哦 有沒有 我剛剛什麼程式都沒改 只有加一個headers 試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 然後他就是那個網址後面傳一個參數叫吳老師 有啊 出現了 有沒有 第一個page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就是 奇怪了 我怎麼照老師講的方法啊 奇怪了他怎麼完全不給我任何東西哦 那你又可以試試看哦 你把那個headers加上去 那他資料就吐給你 ok 所以這很蠻多地方就是會遇到類似的狀況 不過不管啦哦 他總會有方法 我們總會有方法還是可以得到我們要的資料 哦 因為他這個 這個 之前好像有判決案例啊 就是說 到底我爬沒人資料算不算違法 ok 那之前好像歐盟是 有曾經好像做過就不希望人家 但問題是你現在放瀏覽器 放在網路上就開放了嘛 所以他一個判決說 你不能限 你不能夠限制 沒有辦法定出一個那個法規 就是嚴格限制別人不卡取資料 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這個部分呢 也是放在那個雲端的第16頁 ok 大概是這樣 畫面再畫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是把第0604講完 那下一周呢 最後一周 可能我們就挑幾個案例吧 等於是又比 今天的這個案例 又來了 要更稍微複雜一點的 因為現在都只有一頁對不對 後面的話 我們就要來抓多頁了 這更有feel 為什麼 因為資料一堆啊 你就可以大量去抓 而且你一台電腦不是只能爬一個 你可以 寫幾百個幾千個網站都可以啊 全世界的資料都可以抓 哪怕你是半夜睡覺還是可以正常抓 因為 電腦不用睡嘛 你就時間到自己去抓一下就好了 然後呢 有什麼 狀態啊 甚至你還可以 透過一些警報 透過一些 anown 就是說 現在還 透過那種 外部的一些物聯網 你還可以結合在一起 然後比如說你還可以 把它弄燈號或者是什麼啦 反正也可以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讓你知道說 什麼數字發生 什麼數字出現了 那你趕快做什麼樣的處置 OK 那試試看 就是headers 這個其實還蠻簡單的 試試看 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今天的話 那我們就先到這裡 等